好了 现在我们在旧金山的City Haul前面 没错 今天又来旧金山了 也没错 今天又是一位朋友要结婚了 最近真的是朋友的结婚季啊 连是两对好朋友结婚了 生活中的好朋友 就和他们一起来到这个City Haul 就是旧金山的市政府 那所有的结婚都会在 City Haul这个市政府 我们这边来登记和做仪式 停车场走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旧金山的市政府地区啊 那来到这里呢 因为外面停车是很难停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有一个停车场 我们就刚刚从下面出来的 现在我们是要这样走过去到 这个市政府那边去 做一下登记的手续 还有就是等一下要做一个仪式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 哇 这个 市政府啊 我们市政府大厅就在这个 这个就是市政府大厅的前门 现在就走过去了 很多人 在湾区硅谷这边结婚呢 不管是什么城市啊 大部分人呢都会来 这个 市政府 登记的 因为这边呢会 比较有仪式感啊 仪式感 因为它的确比较漂亮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有 不同的新人在这边 然后 首先进这个大厅呢 那是需要有一个Security check 先安检一下 我先要把这个相机关掉啊 先安检一下 过了一个简单的安检之后呢 我们就 进来了 然后 我们现在 要先去做一个手续啊 那这边 有 新娘在这边 已经在这边 拍了 看的确挺雄伟的一个地方 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先要去 做手续 那它这办公室呢 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办公室 找我 然后 看一下啊 这边 这边都是在等的 这边很多新人 在这里 这边 好啊 这个 是刚刚做完手续之后呢 现在 两个新人呢 就要到这个 结婚关啊 他们这边叫 Marriage Commissioner 结婚关 这边 宣誓 他们是愿意 结这个婚的 要搞这么一个小小的仪式吧 他们现在在这边等待 然后 那边是 结婚关 在 啊 宣誓 让他们两个人宣誓 这个 婚姻是有效 合法的 这样呢 他们之后才会发放 结婚证书 就好像就是这么一套 刚刚前面有一对 已经结完了 结婚关的主要职责呢 是宣布 这两位新人 正式 成为 合法 夫妻 结婚关的一个责任呢 就是要让双方 交换 戒指 还有让双方 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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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言 在大家都愿意的情况下 结婚关会宣布 两人正式成为合法 夫妻 这也是在美国这边结婚的 一个必要程序之一 做完这个仪式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 在这个City Hall里面 就是要找一些比较 有纪念价值和非常好看的地方呢 去找拍照 在这里面是可以 随意找 任何角落都可以去拍的 免费的 所以 走到哪里 拍到哪里 这地方还是非常 为什么很多人到这里来 结婚 临阵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真的是 还算挺跳的 就整个弯区来说 应该算 算是最好的地方来结婚了吧 这是另外一堆新人 另外一堆秀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厅 这个大厅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婚礼拍照的地方了 应该很多人都会在这里拍 可能还是要排队 就是这个楼梯 这里有两队新人 两队新人在这里 一队两队两个新人在这里 拍摄完毕 那我们现在出去了 那我们现在出去了 这是市政府前面的这个一个景 很广厚就是一个大广场 好这边有一片小树林 好这家是在Chinatown的台山风味餐厅 听说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广东菜 现在离那个注册结婚的地方是非常非常近的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 吃一下这一家广东餐 吃一下这一家广东餐 我也不知道他们还没有来 所以 没有他们来了 来了又出去了 来了之后他又出去跑出去 外面不知道拍照 OKOKOK 还是等一等他们吧 自己开启有点不好意思啊 哎呀 因为新娘是广东人 所以他非常希望 结婚日来到广东餐馆 来拍一些照 跟这个餐馆来拍照 来到美国之后 他非常喜欢这个餐厅 也来过很多次 非常有家乡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们选择在结婚 临证之后呢 就来到这个餐馆 一起庆祝和拍照 念念的 包仔饭 包仔饭 好汤 知道自己在干 对 这种照片你们就不要算在 不用挑这种照片给我进去